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龚俊山和令之后 一年多的时间里都再也没有出现古装双男主的作品 甚至连很多代播剧都被搁浅 本以为此类型会就此消失 不成想今年的电视剧市场复苏 却再次解除了限制 伴随著多部双男主剧的相继热播 很多代拍新作也就此提上了日程 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部 便是白木类这部网络古装大头了 近日有消息出现 作为古装双男主剧回归的第一部作品 白木类宣发了启动 除了大致的时间和角色设定之外 还选定了四位主演的人选 既然是双男主设定 那么作为男主的两位人选必然是观众们最为关注的 据悉 在这部即将启动的白木类中 已经暂定了杨阳与龚俊分别出演双男主 以上也已经说了 山河令作为古装双男主剧的最后一部 便是由龚俊领衔主演的 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热播 才使得他积累了直直一线的人气 自山河令之后 龚俊无论是人气发展还是影视剧资源都得到了质的飞升 更是相继于迪丽热巴 杨幂等诸多一线女星合作了很多星座 一度被认定是新一代男星佼佼者 而且 龚俊经过这几年的影视剧磨练之后 无论是整体把控剧作 还是单个权势角色 都获得了极为明显的提升 此次携手杨阳共演新作 即使认可也是机遇 而作为另一位男主人选的杨阳 想必观众们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作为90后新一代男星的领军者 杨阳无论是对于出演剧作的数量 还是权势角色的质量 都绝对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最主要的是 杨阳那种堪称完美的颜值 显直就是为电视剧角色量申定做的一般 甚至很多动漫的建模都是照此而来 可见大家对于其颜值的认可 除此之外 这部古装双男主剧在选定男主人选之后 还爆出了两位新晋小华参演女主 不过因为是以双男主为主打的作品 故而选择了人气稍训的轩路和架泽 虽然轩路和架泽的人气不高 不过在颜值和演技方面却是很受认可 而且作为新一代的后起之秀 他们二位的发展已经算是佼佼者了 只是主演作品不多 又是刚刚起步 才没有积累庞大的流量而已 此次 有轩路和架泽加盟这部古装新作 既增加了女性视角的看点 也为该剧提供了又一层的支持和保障 可以说是颇具期待值了 目前 有关这部白幕类的预热已经启动 作为主演的杨阳 龚俊 轩路 架泽四位演员也相继得到了爆料 大致的开机时间定在了今年的第二季度 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更为准确具体的资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